当你一个人可以疯狂扛了两个人五十五刀之后 他已经在某一种程度是在半解离的状态了 这时候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脑子会进入一个比较特殊的状态 第一个你的肾上腺素一定要分泌很多 不然看人五十五刀是很累的 我们举之前捷运案件来讲 他杀了四个人而且常常都是一刀毙命 他到第四个人他就觉得自己累了 没有力气了 所以砍五十五刀砍那么多刀 基本上来讲你的身体是处在一个异常的状态 你会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 你脑子的多巴胺会大量的分泌 所以那时候在绳治状态是不清楚的 但是不能说是因为这样子说 这个人因为绳治状态不清楚所以他没有罪 这是不对的 而是当他开始动刀开始可能致命的时候 他那时候绳治还是清楚的 可是当你第一刀下去之后 当你看到大量的血冒出来的时候 其实人会进入一个比较特别的状态 就先把小老鼠放在一个电毯上面 然后不管他做什么 比如说他如果按某一个东西 那他就不会被电 他就会学会说我赶快去按那个东西 不会被电 可是这样子过一阵子之后 不管你有没有按 老鼠有没有按 你都电他 他到最后就死瘫在你前面 甚至就死给你看 这表示说我们的脑子会因应紧急状态 或危难的状态去做出特殊的调整 所以当你砍到第十刀的时候 我想这个人已经大概进入半解离状态 他脑子充满了多巴胺 身体充满了肾上腺素 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叫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帝他杀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会连自己的朋友都不认得一起杀 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事件